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8号 党中央总书记软副仲视查了建江省 必与建江省领导人就评估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关于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决议的落实情况举行工作会议 软总书记要求建江省中视土地规划和管理使用等工作 同时有效实施社会保健身色 缩短贫幅 差距和确保社会公平 软副仲总书记强调建江省要注重党间工作 坚全政治体系 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质量 革新领导方式 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 发挥党的民主性 争取全社会的支持 向江江省发展争为主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强省 江江省提出立政到2015年全省25%相份达到新农村的标志 其余相份达到新农村标志50%以上的目标 8月29号 国家主席办公庭与公安部 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国家主席执八月革命胜利和九俄国庆节66周年之际 对全国各所监狱的一些符合法律规定犯人 进行提前释放的2011年特设例 根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03和第106条 和2007年特设令第25条 2011年7月19号 国家主席签发了2011年特设令 决定按照特设规定对正在监狱里服刑的 1万244名犯人和294亿名缓刑犯人进行特设 据公安部 2011年特设对象包括 犯经济管理持续或滥用持权牟利罪的 已经执行交纳罚款、付金安费等补充处罚和服刑器 已满三分之一等犯人 2010年这些犯人必须服刑满四分之一 除外不犯贪污罪的70多岁的犯人和60岁以上 清强生病或患上疑难夹症的犯人也是本次特设的对象 经过四个月加紧安装后 广义省里山新岛热电站的两个新发电机组刚投入运行 把全站发电功率提高到4400千瓦 总功率为1400千瓦的两个四克达发电机组 是由广义电力公司安装的 总经费为30多亿月顿 与里山新岛电网并往发电 里山热电站两个新发电机组正式投入运营 将有助于改善里山岛上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用电质量 指梁氏荣状元当成570周年之际 8月28日在越南教育象征性共城的河内文庙国旨建 越南历史研究专家学者以及梁氏族人代表前来参加 梁氏荣状元生平与事业研导会 梁氏荣于1441年出生 1496年去世 自为锦毅米浩瑞宣 原籍南定省天板县高象村 金为雾板县联宝乡高方村 他于22岁参加会试并依据夺得状元 在研讨会上 各位历史研究专家认为 梁氏荣状元不仅是15世季末 越南山于诗词各复的著名世人 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他本人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梁氏荣状元的爱民之心 争执坦率 忠于祖国等美好品德和才华 也成为了越南子孙后代学习的好榜样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 最亲近的朋友 至于8月革命胜利 即九二国庆节66周年之际 越同社驻中国记者采访了 长期从事胡志明主席研究的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正教授 黄章教授表示 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革命斗争过程中 胡志明主席曾多次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会晤 并对他们和中国人民有着浓厚感情 中国人民十分敬爱并竭尽全力帮助胡志明主席 胡主席与中国人民建立了 同志加聪地办的深刻感情 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过程中 胡主席给予了许多辞职和贡献 在抗计日本法西斯战争初期 中国共产党修王日报刊登了 当时身在广西省贵林市的 胡主席编写的许多文章 为中国人民抗计日本法西斯 运动进行宣传和提供支持 特别每逢过节 胡志明主席都亲自 在寄给中国人民的新年课卡上 写下诸词 这是胡主席与中国人民之间 深刻有益的充分体现 中国人民通过保留有关 胡志明主席的纪念品 建设纪念馆和专写书籍等方式 来表示对胡志明主席的怀念 这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胡主席的 深刻感情和敬爱之情 西北旅游可持续发展 应从创造产品特色 避免产品重复做起 这是于2011年8月28号 在山罗省慕州县慕州市镇举行 展开西北旅游线路项目研讨会上 所提出的内容 研讨会由山罗、电边、莱州、老街、安配、河江、河平和富寿等八省联合举行 西北线路是由荷兰发展组织为西北各省提供支持和咨询的项目 旨在考察我国西北各省旅游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 从而将西北地区各旅游景点连接起来 行程可充分发挥本地区旅游潜力和优势的西北旅游线路 荷兰发展组织首席顾问费尔汉曼表示 展开该项目两年后 荷兰发展组织帮助西北各省塑造旅游品牌 荷兰发展组织和越南旅游总局 将为从事社会旅游活动的乡村提供业务培训 并从欧盟各项目寻找支持此项目的资金来源 据越通社驻泰国记者报道 8月28号下午由亚泰地区广播电视联盟举办的 2011年亚泰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泰国落幕 越南代表队获得祭聚 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各所理工大学的19支代表队 参加从8月27号至28号为期两天的本次比赛 泰国博任大学代表队和干碰壁技术学院代表队 分别获得比赛的冠军和亚军 越南同奈省洛宏大学代表队和印度尼西亚巴丹百科大学代表队 均获得军军 此外越南代表队还获得丰田奖 这是洛宏大学第二次参加国际机器人大赛 之前2010年在埃及参赛时 该校的代表队获得亚军 请关注国际方面 8月29号在日本执政党日本民主党选举党代表上 经过两轮投票后 财务大臣野田家言当选了民主党党首 预料会接替上周刚宣布辞职的金纸仁先生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在第一轮投票中 五名候选人的选票均未过半 因此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在398个选票中 野田家言仅获得102票 而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获得143票 然而第二轮投票在392张合格选票中 野田家言获得了215票 而其对手海江田万里大臣 仅获得177票 在日本正需要解决经济持续停滞的难题 加上今年3月份 地震和海销造成巨大损失的背景下 野田家言上任首相一职将面临诸多挑战 舆论普遍认为 日本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经济停滞的问题 使日本摆脱困境 古巴信息通信部副部长鲍里斯·奥坎波表示 近期古巴将通过古巴之委内瑞拉长达1600公里的海底光线系统提供库联网服务 这被视为古巴信息技术领域的一大突破 该海底光线系统投入运营后 古巴网速将提高2000倍 目前古巴主站在科学文化中心、图书馆、医院、政府机构和公共上网场所等地方 优先扩大互联网服务 进口若条件允许 古巴将展开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满足用户量增加和英特网扩大覆盖面积等的需求 古巴海底光线铺设项目由古巴与委内瑞拉联营公司负责事供 总投资金额为7000万美元 中国是赞助商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